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了半段就迷迷糊糊睡去 再一睁眼 天就茫茫亮了 而手机里的相声还在播放着 可是渐渐的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开始 我发觉每天早上醒来时都特别累 好像一夜没睡好的样子 听相声 难道不是放松精神的吗 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可为什么 我每次都像听了一整夜的讲课 满脑子乱哄哄 十分嘈杂 心底的疑云渐渐升起 挥之不去 以至于每晚 当我临睡前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时 心里还在苦苦思索这件事 心里有事 就睡不安生 这一晚 当我茫茫隆隆将睡未睡 上流三分清醒时 突然意识到 进入耳朵里的不是相声 那是什么声音 我沉住气 身体不动 仔细去辨别 继而一股良意从脚底窜上几倍 那种奇异的声音 出一听像是一种蜜语 不知是什么生物 用什么语言在表达什么 渐渐地 我辨别出 那声音不止一个 而是有好几个 它们像是在争论 再仔细听 随着意识渐渐清晰 我突然听懂了那些话 分明是一群人在争吵不休 这群人 就在那边的桌子旁 我第一反应 不是惊恐 而是气氛 既然是人的声音 就没什么可害怕的 我愤怒是因为 他们凭什么闯进我的屋子 打扰我睡觉 我没有立即起身 姑且闭着眼再听一听 把筷子给我一副 我很久没吃了 让我来吃 你不能加入我们 这些是我们的 我越听越烦乱 突然想起 我的门确定是上了锁的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人 我身上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 但一股子狠劲马上升腾起来 我大喊了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我试图睁眼坐起身来 但是眼睛睁不开 身体动不了 我再次大喊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桌子那边的争吵声不但没停止 反而更加尖锐 更加激烈 仿佛无数豆子砸在铁盘上 让我头痛欲裂 我心中的恐惧和愤怒交织着 突然想起 有个和尚曾劝我通读地藏经 说能诸天狐卫 神鬼不灵 功德无量 因为懒 我一遍都没读过 此刻我别无他法 干脆大喊一声 那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刹那间 我的手居然能动了 我重重地一砸床铺 坐起身来 万籁俱寂 四下无声 我打开灯 惊魂未定 我朝桌边看去 没有人 没有任何生物 没有任何异常 不过桌上的碗筷 似乎被人动过 但我吃剩的馒头 榨菜并未减少 而空气里 弥漫一股奇怪味道 就像在地下室里 沉放了几十年的旧被褥 失腐而刺鼻 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梦 此刻正知领东 我刚搬进这片楼区不久 说它是楼区 更像是墓群 这是一片带拆除的微楼 位于城郊一条冷清的公路边 它距离城区有几公里 距离下一个小镇也有几公里 前后茫茫两不见 天已黑静密幽森 月光下死气沉沉 老住户们早就搬走了 却有几个苦人搬了进来 比如我 只为租金便宜 二百块就能住整个冬天 暖气早停了 只有水和电 屋里喝起成冰 幸好我从壁橱里 倒腾出一个古董垫炉子 这玩意儿已经难得一见 圆糊糊的带几个脚 上面有沟槽 草里盘着几根炉丝 通上电能烧开一壶水 除此别无他用 我现在就靠他活命 我把他放在地上 盘腿坐在他旁边 一会儿烤烤手 一会儿烤烤脸 我一分钱都没有了 今天我要想办法吃上饭 我近来运气差得离谱 想找个糊口的工作都难 我已尝试很多遍 然而我并不发愁 办法总会有的 满天乌云总会散 我奶奶活着时常这么说 正如现在 我灵机一动 我可以卖旧衣服啊 从这里往城区去 会路过一片热闹小区 有个老太婆常坐在路边 身边立个小牌子 高价收旧衣服 我把像样的衣服全打了包 甚至包括一件几乎没穿过的华丽大衣 盼望能换来一笔巨款 此刻已是下午五点 天又要黑了 我背着包 从四楼往下走 楼道外寒风呼号 夹杂着一种 仿佛来自地底的轰鸣 整座楼像个病人般摇摇晃晃 看来是真的不结实了 这个楼道应该是只有我一个人住 因为我搬来这么多天 就没见过其他活物 但今天我却听到有说话声 飘飘渺渺 不知出自哪一门户 三层 两层 还是地下室 在这样的荒凉地方 得知有几个邻居在 是件温暖的事情 我骑上单车 路过隔壁那座楼时 一只砖头呼从天降 啪的摔碎在我身边 这是谁想砸死我 我气急败坏 抬头去看 楼上窗户探出一个人头来 一个头发乱糟糟的人 眉开眼笑道 桌上筷子 别放多了 桌上 筷子 你拿神经病有什么办法呢 算了 我骑车找到了那个老太婆 她正靠着路边的石墩子 吃菜啵啵 呛风冷气 却怡然自得 她扒拉了几下我的包裹 说给五十块钱 我急了 简直是尖山辣 我说 你看看 就这件大衣 就这橙色 你怎么不得给我一百块 那老家伙居然以老卖老 闭着眼把头晃来晃去 哼哼唧唧道 欺负我老人家哟 不给我留饭折哟 五十块钱就不少了 我心说 谁不给谁留饭折啊 你还有菜波波吃 我连菜波波都吃不起 没办法 我还是屈服了 因为我饿 拿了她五十块钱 我转头去买了两个糖火烧 听说今天是平安夜 我也应个价 顺手又买了一个苹果 好了 这就很奢侈了 打道回府 回到楼上时 风停了 天也黑了 我想烧一壶水喝 不然这趟火烧 我可咽不下去 她娘的 停水了 我提上水壶 推门出去 我得找人要点水 我落魄之词 颜面无光 若非万不得已 真不想和生人接触 我下到三层 仔细听了听 好像东边那户有人 门里还挺热闹 像是一群人在开什么 party 我鼓起勇气 伸手敲了敲门 那一瞬间 屋里的声音突然停了 我以为会有人来开门 然而等了半天 却没动静 这时不欢迎我 无奈 我又提着水壶下到两层 静谧的楼道里 能听见此此声 见或有一声叹息 我正要仔细辨别 忽然楼道里 窜击一股怪风 中间的户门 许是没上锁 一下子被风推开了 我看到里屋坐着一个女人 她在喝酒 我注意到 那瓶酒是六十度的 横水白杆 桌上摆着一叠臭豆腐 加一块臭豆腐 喝两口酒 此此声 就是这样 从她嘴里发出来的 这一个细节 就让我对她心生好感 因为我也是个酒鬼 特别欣赏爱喝酒的女人 细看那女人三十来岁 衣着朴素 穿着干体力活的工作服 她侧身坐着 双腿修长 臀部紧绷结实 她头发有点脏 面容憔悴 但显然是个美人胚子 我都看呆了 我对她有一种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切感 她也看到了我 气呼呼地站起身 飞起一脚踢上房门 门缝里丢给我两个字 流氓 我哪儿就流氓了 我连话都没说 没天理了 我不就是想要个水吗 我好像又闻到了 熟悉的师傅味道 我又下到一层 挨个敲门 然而毫无动静 我又朝黑区前的地下 是望了望 那就算了吧 不可能有人 我垂头丧气地提着水壶往上走 这次路过三层时 方才东面那户人家的门突然开了 一只妩媚柔嫩的手伸了出来 向我招了招 开门的女人 家庭主妇模样 头发慵懒地挽着 只穿一身杏色保暖内衣 风雨体态尽险 我朝他身后看去 五六个人围桌而坐 背躬交错 热气腾腾 他们在吃饺子 按理说 来这儿住的都是穷人 但显然 他们算是穷人中的贵族 因为他们屋里摆着许多取暖气 以至于屋里的热浪扑面而来 好温馨啊 来呀 一起吃点 你是楼上的小兄弟吧 男主人热情地招呼道 我 我就要点水 我捏如着 蓬头垢面的我 在这群吃得上饺子的富贵人前 有点无地自容 不忙不忙 吃了再说 书领 给他拿一副碗筷 书领就是那个开门的女人 她热情地拽着我的胳膊 把我拉到桌旁 在她身边夹了一张凳子 让我挨着她坐 她拿碗给我盛满饺子 塞进我手里 笑盈盈地说 吃吧 饺子的香气 掺着成熟女体的油香 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让我恍然若晕 我连吃三大碗 男女主人频频给我倒酒 我也是没啥出息 一斤的量 喝了足足有二斤 酒足饭饱 我提着已被灌满的水壶 称切告辞 上楼前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掏出豆里的那个苹果 下到两层 偷偷将它放到那个吃臭豆腐 喝白酒 并且对我横眉冷对的女人的门边 当我回到楼上时 突然觉得很奇怪 刚才差点撑死 为何此刻鸡肠碌碌 我爬上床 就着白开水吃那趟火烧 刚咬几口 就昏昏睡去 半夜里 我忽然听到嘈杂的争吵声 还有委屈的哭声 我心里激灵一下 昨夜的事情重现了 声音又是来自屋里的桌子边 我试图起身 动不了 想叫喊 却发不出声 我试图睁开眼 这次眼睛能睁开一道缝 我隐喻看到 桌边坐着几只灰白的影子 也只能说那是影子 因为形状很奇怪 不太像人 看不清五官 他们周身灰白色 微微发着荧光 肚子大的出奇 脖子却很细 像一根铁丝 顶着歪瓜裂枣的脑袋 左边那一只 正委屈地哭着 再让我吃一口 求求你们 再让我吃一口 其他几只吃则道 好东西到你嘴里 就是浪费 说好了 每人吃三口 不守规矩 下次别来了 他们吃的是什么 只见桌上摆着一个 泛着白光的人形物体 等等 那东西怎么有点像我 他是谁 那床上的我又是谁 震惊中 我把眼睛睁得更大 我打亮着桌上那个人 那门眼 那身形 没错 就是我自己 只是那个 我全身泛白 就像一块豆腐 做成的人形食品 人为刀足 我为鱼肉 那个我 正在被他们享用 左边那只抽气着 用筷子夹起一块我的胳膊 央求道 最后一口辣 最后一口辣 说着 他把那块胳膊塞进嘴里 然而他刚要咀嚼 细细地脖子里 就喷出火焰 将那块美食烤成焦炭 他绝望地垂胸顿足 替泪好气 早至今日 我就不强奸那个女人了 其他几只一拥而上 想过他的筷子叫道 别吃了 别吃了 该我们了 他们对着我的胳膊 大块朵移 说是大块朵移 其实吃得非常艰难 因为他们的脖子太细 食物到了嗓子眼那里就卡住 要用很大的力气 才勉强下咽 一小块食物 要吞咽老半天 躺在床上的我 此刻全身如坠冰枯 唯独左臂热乎乎的 起氧无比 而桌上那个 我正在被食用的 也正是左臂 我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意识 像被卷入了一个黑色漩涡 一直往最深处坠落 逐渐远离我的躯体 十九 使他们惯我喝下的那些酒 麻痹了我的意识 我悔不当初 不该贪酒 而我的眼皮也重若千钧 快要蒸不开了 此刻那几个东西 吃完我的左臂 开始吃我的心脏 我是不是要完了 但是他们根本就动不了我的心 筷子戳上我的心脏 就像碰到了铁块 叮当作响 太瘾了 回头让妈妈给咱们加点佐料 我听他们说完这句话 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当我醒来时 窗外已发亮 我知道 这次不是梦 因为我的左臂出了问题 血管脉络隐隐发黑 几乎做不了弯曲动作 并且散发出腐臭味道 他们到底吃了我什么 他们对我的胳膊做了什么 他们到底是什么 我去医院看病 我心疼地拿出十块钱挂号 大夫看了看我的胳膊 说怀疑是经络不通 肌肉部分坏死 让我去拍片子 我说拍不起 让我买要吃 我一听要好几百元 扭头就走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不知为何 到了这地步 我还是不太发愁 我常常这样 没来由的乐观 这个房子却有古怪 当务之急是逃离这里 另找住处 但我哪里还有钱呢 我还能依靠谁 父母离婚后 我跟我爸过 不久 我爸就去世了 人们都说我是天上活命 我爸是水命 说我爸是被我克死的 我奶奶独自把我拉扯大 我刚上完大学 奶奶就撒手人寰了 我打工养活自己 倒也过了几年舒服日子 但近来 我的运气 就像一头栽进了阴沟里 干什么都不顺 四处碰壁 如今饭都吃不上了 要想换个地方住 哪有钱 难道要我去借 我是个要脸的人 借钱这种事 比杀了我还难受 然而跟脸比起来 命更重要 所以我敲响了唯一的好友 李海斌的门 李海斌瞧见事我就很高兴 他给我炒了两个菜 我们边吃边叙旧 我捧着饭碗 怎么也说不出 借我俩钱这样的话来 我想实在不行 就求他让我借助两天 让我躲一躲也好啊 谁知还没开口 李海斌就说 你也三十多岁的人了 结婚了没 我说没有 李海斌不无得意地说 我已经订婚了 我那女朋友很漂亮 今晚他就来找我 我心说 得 那我还留着 当什么电灯泡呢 从李海斌那里出来时 太阳已经吸血 最后一抹红霞 再跟黑夜对抗 我骑车往回赶 心想着 等熬过今夜 明天去找个包吃住的地方 上班吧 这会儿 刚好路过老胎婆那里 只见两个罪汉 正从他手里抢东西 老胎婆说什么也不放手 被罪汉推倒在地 我最见不得这种事 心头的火蹭的一下燃烧起来 虽然我现在一只手 等于半残废 但两个人扎我 还不放在眼里 我吼道 滚蛋 这是我奶奶 那两位看我面嫩 就凝笑着上来扒拉我 我一脚蹬在一人的小腹上 抡起右拳 将他砸翻 另一人还要发难 我直接迎上去 脸贴脸盯着他 冷声道 你再不滚 我就咬下你半张脸 他从我的眼神里 看出咬人这事发生的概率很大 慌忙拽着同伙跑了 老胎婆爬起来 胆胆身上的土 小心翼翼地把刚才被抢夺的那东西挂在腰间 说不清的是什么 短短的 带家在他腰际挂了有十个 前面忘了说了 这老太婆除了收旧衣服 也顺便摆地他卖各种小玩意儿 大孙子 多亏了你呀 老太婆说我不以为意 闲坐在一旁 看老太婆收拾东西 望着天边的残虹 我突然想问问他 大娘 你说 这世上有鬼吗 有啊 那鬼会害人吗 严格来说 鬼只会找他的冤亲债主算账 如果你跟他无怨无仇 他也奈何不了你 那你的意思是 被鬼缠上的人 都是罪有应得 实属活该 差不多吧 那一旦被鬼盯上 还有救吗 一般来说 鬼缠人只缠七天 七天你要是没事 就算挺过去了 大娘 那你觉得 我像是做过坏事的人吗 老太婆笑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说得准呢 我摇摇头 起身走了 老太婆突然喊住我 我从不欠人情 你帮了我一回 我得送你点东西 这个拿着 我接过来一瞧 正是刚才被罪汉 抢夺的那个小玩意儿 通的 下方是三棱锥形 上方说不清是个鬼脸 还是佛像 这有啥用 当要是这儿啊 送你了 来到楼下时 只见那吃臭豆腐 喝白酒的女人 姑且叫她豆腐公主吧 正吃力地抬一个煤气罐 她试着抬了几下 抬不动 捂着胸口咳嗽地扮上 然后倔强地继续抬 还是抬不动 她皱着眉 按着小腹 弓着身子 好像忍着什么疼痛 我不由分说 上前就帮她提上了二楼 豆腐公主翻了个白眼说 没安好心 我气坏了 我好心帮你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她拿出那个苹果 叫道 一定是你放在我这里的 你有什么企图 我老老实实回答 我对你有好感 送你个苹果 不行吗 她抬手要扔掉苹果 我说 别呀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她冷哼一声 收起苹果 又一脚踢上了房门 现在这女人 傲娇得没人样了 夜晚时分 有人敲门 我一看 是三层的女主人 舒灵 她端着酒肉 来到我房间 她说 小兄弟 知道你不好意思凑热闹 我就把饭菜端上来了 别客气 就当咱是一家人 我想起昨夜 就是因为喝多了她的酒 失去了清醒 才损失惨重 这次我说什么 也不敢喝了 可那女人没烧寒窍 一位在我身边 端起杯来 先小尝一口 然后把酒杯凑进我的唇 来 我陪你喝 她一靠近 我就心跳 她的身体有种奇香 我正在思想斗争 一个人影跳了进来 进门就呵斥道 谁稀罕你的酒肉 快拿走 正是那豆腐公主 此刻她柳梅倒树 手里还端着一盘臭豆腐 舒灵女士 借有人搅局 兴兴起身 拂袖而去 我心里寻思着 臭豆腐 毕竟不如若好吃 忽然豆腐公主 俯下身 在我耳边 小声说 她们都不是人 我吃了一惊 你说什么 豆腐公主说 我说三层那些 都不是人 三层 根本就没有人 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 豆腐公主说 你什么眼神 三层东边的房子 窗户都是拿水泥气死的 你不知道吗 我连忙走上阳台 朝斜下方望去 豆腐公主用手机电筒 从旁照明 果然 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三层内户人家的阳台窗户里 严丝合缝地砌满了水泥砖 我明白了 这是有人拿阳宅当了阴宅 里面放着骨灰盒 和一些是死如是生的东西 豆腐公主说 昨天听见你在三层那儿有说有笑 我就知道你中招了 我说 没错 看来他们想骗我喝醉 以便能更好地吃我 豆腐公主一愣 吃你 随即凑近我 闻了闻我身上 恍然道 原来 你也是被食用的人啊 我说 难道你 他说 你和我身上 都有那种师傅味道 那是他们留下的 我说 他们吃了你哪里 豆腐公主摆摆手 嗨 不提了 把臭豆腐向我面前推了推说 抓紧吃 他补充道 我是卖臭豆腐的 我的手艺很好 的确 他这手泡菜臭豆腐 堪称一绝 看我狼吞虎咽地吃完 他说 你吃了我的东西 就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问 什么 他说 今晚咱俩一起睡吧 他的理由是 一个人无法战胜鬼压床 无法在被食用时起身自救 但是鬼压床时 如果有别人在旁边碰自己一下 自己的身体就马上能动了 这就是两人一起睡的意义 确切地说 要两个人手拉手一起睡 因为被鬼压床时 全身往往只有手指能稍微活动 那么 被压的那个人 可以尽力触碰另一个人的手 把他弄醒 然后 那个人再反过来触碰这个人 让他也恢复行动 他说的 头头是道 我听得响入飞飞 另外 他正色道 不准趁机飞离我 他率先脱下外套 只剩水衣 钻进被窝 然后示意我把手递给他 他说 以后叫我美娜 我与他面对而握 当我拉起他的手时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 深入骨髓的舒适和愉悦 我忍不住问他 你是什么命格 他说 我是木命 你呢 我说 怪不得 我是天上火 最缺木的那种火 有了你 我烧得忘 没有你 我就会熄灭 他后边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因为我已睡着 这个夜晚 我们的劫难不期而至 我是被美娜弄醒的 他用手指挠着我的手背 示意他遇到了危险 然而我自顾不暇 因为有根粗大的树枝 正插进我的嘴里 树枝是中空的 像一根管子 试图往我嘴里 灌些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种互状物 奇象无比 我哪受得了这么恶心的事情 我一把将树枝推开 我扭头去看美娜 她也被这样的管子插进嘴里 正咕咚咕咚 灌着什么 她表情很痛苦 却无法动它 只能用手指抓着我的手背 向我求救 我正要起身帮她 不料有更多树枝 爬上我的身子 将我牢牢地绑在床铺上 屋里站着许多灰色的观众 那些人形的东西 拍手笑道 太好了 妈妈 多给她们放些佐料 妈妈是谁 是哪些树枝 佐料又是啥 是灌入美娜口中的糊糊 眼见美娜被灌得肚子鼓胀起来 我牙子剧烈 却无计可施 悲愤地大叫 我饶不了你们 此刻我的右手碰到一个尖锐的东西 是老太婆送我的三棱钥匙坠 我把她抓在手里 她忽然变大了许多 仿佛成了一件兵器 我用它一滑 捆住我胳膊的树枝 嘎然断裂 我心中大喜 三两下就割断了身上所有树枝 正要起身 一个人隐护地压上来 两手像铁钳一样扣住我的手臂 让我动弹不得 然后一张香唇吻上了我的嘴 这个人是美娜 她当然不是要和我暧昧 她一张口 那些奇象无比的糊状物 就灌进我的嘴里 我想挣脱 却发现此刻的她力大无比 我完全被她控制 动弹不得 我只能将头扭来扭去 闭紧嘴巴 拒绝吞入那些义务 然而美娜腾出一只手 大力捏紧我的两腮 迫使我张开口 继续吞入那些东西 而我的左臂激进残废 即使腾出手来 也无可作为 我只能大口大口地 咽下那些义务 是的 奇象无比 所以我已到了穷途末路 随着一口口吃下那些东西 我的身体逐渐贪软 意识渐渐模糊 我最后能做的思考就是 美娜 原来你是他们的一员 原来你才是最后的杀手锏 我中了你的记忆 亏我那么喜欢你 一切结束了吗 不 最后的关头 那个三郎刺忽然自动脱手 它钻到我的背部 在我的后背刻下一个图案 是火焰 那个图案是一朵熊熊燃烧的火焰 我快要熄灭的意识 随着剧烈的灼痛突然炸裂 我的愤怒与仇恨竟然真的化成了火焰 在我周身升腾起来 蓝色的火苗瞬间把美娜的手臂烧伤 发出瓷声和交呼味 美娜尖叫一声滚落一旁 我没空管它 我拿着三棱瓷搜的跳下床 朝着那些魔物就扑了过去 我饶不了那些杂种 那些玩意儿 何曾见过这等阵仗 它们滋滋叫着急速退走 其中有一个 我记得它 它曾经想吃我的胳膊 却吃不下 此刻它跑得最慢 因为它肚子太大 斜腿太细 就像两根坟条 眼看我就追上了它 不料 一根树枝糊地卷起它 带着它一起逃走 我哪里肯放过它们 我一路追去 这些树枝和魔物 一路向下推走 我本以为 它们会退入三层东面 那间阴宅 然而并不是 它们一直退入 最底层的漆黑的地下室 那里 才是它们的老巢吗 看来 三层那间阴宅 只是它们介意 对我行骗的场所 只因阴气重 方便它们行动与幻化 我站在地下室的入口 那里的黑暗 浓如墨汁 在最幽深处 还传来幸灾乐祸的嘲笑 你被放了佐料 你被放了佐料 穷寇墨锥 况且我已是强弩之墨 刚才被迫吃下很多糊糊 现在我肚子里翻腾恶心 头晕目眩 快要站不稳了 我亮亮呛呛 回到楼上 我得看看美娜 美娜双目无神 看到我 伸出双臂做事 还要掐我 我正正反反扇了 她十几个耳光 她好像清醒了一点 她困惑地摸了摸脸 我脸怎么这么疼 她又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你把我肚子搞大了 我说 我搞也搞不了这么快吧 我把刚才的经过告诉她 我说 她肚子大 是因为她想对我灌佐料 美娜听完 马上捂着嘴 跑到厕所 狂吐了半天 回来后 我依然冷冷地看着她 美娜问 你认为 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我点点头 她说 我不是 我刚才只是被控制了思想 我还是不说话 美娜眼睛看着斜上方 可能不想让眼泪掉下来 她苦涩地哼一声 然后下了什么决心似的 伸手撩开了胸前的内衣 我知道非礼无事 但这一瞬间 我看到了令我吃惊的事情 你可知 不打农药的核桃树 生了虫子后 长出来的核桃是什么样的吗 黑色的 可不得 令人心颤的 正如此刻她的胸部 她将头扭到一旁 强忍泪水说 我这里已经坏了 我的心和肺 已经被那些东西搞坏了 我去医院拍片子 这里有很大一块黑影 大夫查不出原因 我也没钱治病 我也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 所以 难道我为了骗你 要用这种苦肉计吗 我一下子帮她拉上衣服 然后紧紧抱住了她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 她终于哭出声来 而我心如刀绞 我该如何救她 次日天明 在明媚的阳光里 我帮美娜打点装车 她依旧要出她卖豆腐 人只要还没死 就应该努力的活 不是吗 说来也好笑 她那辆卖臭豆腐的小推车 一直停在这栋楼 扬面一层的阳台下 还绑了根绳子 她把绳子的另一头 拉上她二层的阳台 前进卧室 绑在她的床头 还挂了个小铃铛 她怕有人偷车 这是一个防盗的土办法 怪不得 我一直都没注意到这辆小车 而且她每天很早就出去 那时的我还没睡醒 她晚上七八点就收摊回来 而那时的我还在外面游荡 我一般都是深夜才回家 所以我之前一直没见过她 我还以为楼里就我一个人 她说她要努力挣钱 有了钱就可以搬出这里 我说我也要去挣钱 挣了钱好帮你治病 正说话间 隔壁那楼窗口 又探出个脑袋来 那疯子嘻嘻笑着 桌上干净 碗筷 别多放 桌上干净 我忽觉有些异样 虽然那个疯子脸上笑着 但仔细看 她的表情似乎很痛苦 美娜和我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我找工作已经失败很多次 但我必须再次尝试 而且我得挣块钱 最好是日节那种 谢天谢地 我找到了一份房屋中介所的工作 本来这种工作都是月节的 但是老板说 开头几天属于带薪培训 培训期每天可以领到一百块钱 太好了 公司给我发了一身西装 我八吃一下 还是挺有人养的 然后公司又发了一大包宣传单 我这才明白 人家之所以肯日节 是因为要有大量的宣传单 让我挨个楼去发 一个人跑上跑下 累死累活 忙到夜晚才能拿到一百块钱 苦花 廉价劳动力 与我同行的 还有四五个男女 他们说说笑笑 非常轻松 他们每人只用了一小时 发了一两个楼 就把剩下的大量传单 全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就去逛街了 他们想混到晚上 交差拿钱 他们招呼我一起去玩 然而 我坚持要把手里的传单 全部发完 我一直忙到傍晚 当我回去时 那些人都回家了 只有经理在等着我 经理面色阴沉道 刚才公司里 所有员工都投诉你 说你性格古怪 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他们无法接受你 所以我只能让你走 我无法接受这种打击 我挣扎到 使他们不认真工作 经理摆摆手 我只能选择相信他们 我总不能让你一人留下 让他们全走吧 那您给我一百块钱吧 经理很意外 什么钱 你算是被开除的 哪有什么钱 这一晚 我用仅剩的一点钱 取下了管子 喝得大醉 命运给了我 无尽的暗 不肯给我一丝光 我深甘无望 截然一身 饿死无所谓 但我挣不到钱 怎能就美呢 喜欢一个人 从此就有了牵挂 我不甘心 我骑上单车往回走时 摇摇晃晃 一头栽倒栽地 地面冰凉刺骨 长路寒风呼嚎 一种深深的倦意涌上心头 我无力起身 干脆就这样 冻死也好吧 我醒来时 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窗外天色大亮 美娜坐在我身边 忧愿地看着我 看得一脸眷容 像是整夜没睡 你真不让人省心 要不是我收摊回来 看见你躺在路边 你肯定要被冻死 我就像拉死猪一样 把你拉了回来 我看到美娜右手 捏着一根针 而左手手腕上 有许多针孔 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 这一夜她怕自己睡着 一个人应付不了那些魔物 所以不停地拿针 扎自己的手 借此保持清醒 而那些魔物 就在沙发那边 整夜和她对视 却没有任何行动 她想把我推行 而我烂醉如泥 我激动地嘴唇颤抖 我抓起美娜的手说 你对我这么好 这辈子 我一定拿命护着你 美娜扭过脸 偷偷抹了抹眼泪 我才不是为你好呢 我忽然想起那个老太婆说的话 鬼缠人 缠七天 我问美娜 她是哪一天被魔物找上门的 原来她和我一样 已经过了四天 那就是说 再撑过三天 就有救了 我把这个想法一说 美娜眼中也亮起了希望 我说 后边这三天 你好好睡觉 一切交给我 这是第五个夜晚 我抢过美娜手里的针 轻拍着她的身子 像哄小孩一样哄她睡觉 今夜由我来值班 然而美娜坚持要陪我坐着 她说 怕我睡着 我说 我们男人就这么不可信吗 她说 反正我一个好男人都没遇上过 夜深了 门外忽然有个声音问 睡了吗 过了一会儿 又有另一个声音问 睡了没有 每次的声音都不同 前前后后 这一夜有上百个声音来询问 气得我超级水平 就向门口摔去 老子没睡 就等你们来 我和美娜郭锦被子 紧紧依偎在一起 为打发时间 美娜讲起了她的遭遇 我有必要告诉你 我有个孩子 在老家有我妈带着 我刚离婚不久 我前夫是个畜生 嫖 赌 家暴 找小三 一样都不少 怪我瞎了眼 她家条件好 离婚时 法院本想把孩子判给她 但我坚持要独自抚养 我不能让孩子 跟着那个人渣 我文化不高 只会做臭豆腐 挣钱养家 本以为能这样勉强度日 可是有天夜晚 我收摊回来的路上 被一个男人 拖进路边的林子里强奸了 报警无果 而后竟然发现自己怀了孕 我只好去打胎 这就是前些日子的事 所以你看到 我连个煤气罐都抬不动 我身子正不舒服 孩子体弱多病 马上要交学费 我也是真没钱了 美娜苦笑一声总结道 我是一个没文化的 离一带海的 身无分文的女人 而且身子还很脏 我逗她开心 哪儿的话 这方圆八百里的女人 比得上你豆腐公主的 怕是不多 哎呀 我要是能娶你该多好 可算是高攀了 你跟不跟我 给个痛快话吗 这一夜 魔物群群在外 却没有灯堂入室 天亮时 美娜梳洗完毕 要帮我收拾房间 我看着乱糟糟的桌子 突然想起那个疯子的话 我心头一震 有没有一种可能 如果桌上放了多余的碗筷 就会招来魔物 一个人一副碗筷 两个人两副 只要不多放 也许就能平安无事 我把这个猜测告诉了美娜 她点点头 咱们试试 我们把桌子收拾干净 只留下两个碗 两副筷子 于是 这第六夜 她们居然没有来 我和美娜欢呼雀跃 总算是找到窍门了 早明白这一点该多好 今天是第七天 过了今晚 就脱险了 今日美娜也不去卖豆腐了 我们俩相互照看着 轮流补了补教 心想着胜利在望 应该去谢谢那个疯子吧 我这样说着 美娜做了一盒臭豆腐 要和我同去看她 那疯子正在窗口趴着 这次她没有叫喊 她脸上挂着诡异的笑 像是在看我们 又像看着空气 我们招呼她 她不理 我和美娜 从她窗户的位置 算出她房间排好 我们上楼去找她 门开着 屋里摆放着与年代 极不相符的古旧家具 落满灰尘 唯独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冷风从那边的窗口 穿堂而过 一个身影背对着我们 她趴在那里 寂静无声 天色呼得暗了 看不分明 我们一步步向她走去 美娜忽然惊呼一声 抓紧我的胳膊 我们突然看清 那人的下半身空荡荡的 黑褐色的血液已经凝固 而上身就那样在窗口趴着 像对这个世界做着不变的守望 她下身的断口 参差不齐 像是被吃空的 她是提醒我们的人 现在她死了 我拿起电话 犹豫着要不要报警 美娜说 你先想好了 会不会惹上嫌疑 会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 说话间 在向窗口看 那半个疯子已消失不见 我看着美娜 美娜看着我 第七天 这最后一晚 注定不会平静 十夜 我和美娜坐在床上 严阵以待 美娜已经把她的小太阳取暖气 搬进我屋里来 连同我那个电炉子 一并点亮 这是最冷最冷的一夜 我和美娜 把目前所知的事情梳理一遍 以下是我俩的对话 我听过一些传闻 那些东西 应该是来自恶鬼道 奇怪的是 恶鬼道在人间之下五百游巡 怎么会跑到上边来害人 恶鬼不能吃食性的东西 他们只能吃掉食物中阳性的 活性的部分 所以我的胳膊和你的心 被他们食用后 就失去了生机 渐渐坏死 但奇怪的是 他们为何能直接吃掉疯子的下半身 那天夜里 他们往我肚里灌的佐料 是做什么用的 我吐出去后 这几天也没什么异常 他们好像管那个树枝叫妈妈 这个妈妈 什么来历 那些恶鬼 那些恶鬼并不能直接以外力作用于人 因为人鬼不同之 理论上 我也不能用拳头去击打恶鬼 但奇怪的是 那个树枝竟然能作用于我 树枝曾捆住我的身体 而我也曾扯开树枝 目前来看 只要人保持清醒 他们就奈何不了 可奇怪的是 那个疯子趴在窗口时 一定是清醒的 却被硬生生吃掉了下身 有个老太婆说 鬼只害冤亲债主 鬼不加害无冤无仇之人 这是天道法则 可是美娜 咱俩害过人吗 咱俩是坏人吗 你身上涂了什么香水 你说啥 你身上好香啊 真的爱 美娜你身上也很香 不对 这个香味好像是美娜 美娜 美娜 护得倒下了 屋里的取暖器和电炉子 突然全灭 大批的魔物 一个又一个地走进房间 凝视着我们 最后钻进来的 是那粗大的树枝 此刻 这座楼外 有一种宏大的声响 来自四面八方 像是千军万马 又像是海潮澎湃 我也陷入了昏迷 我睁开眼时 一杯树枝捆成粽子 而美娜被那些魔物 包取的衣服 放置于桌板之上 那些魔物伸出利爪 蠢蠢欲动 那根树枝 又分出很多小枝 每一根树枝 都温柔地 抚摸着那些魔物 像是妈妈在爱恋地 抚摸着吃饭中的孩子 其中一个恶鬼 就是曾经想吃我胳膊的那个 忽然把爪子刺入美娜的胸部 美娜的嘴角 流出黑色的血 他凄处地看着我 目光似在道别 他们直接对活人动手了吗 他们可以直接食用活体了吗 我明白了 是那些佐料 到今天才真正发挥作用 在佐料的作用下 难以下咽的 会变得易于食用 而本不能食用的活体 也能被直接吃下 我暴怒 正动 正不开那些树枝 我手边的三棱子不见了 却见一根树枝 正抓着那三棱子 炫耀式地向我挥舞 绝对不可以 这样绝对不可以 我是堂堂天上的活 岂能折击于你们这些蝼蚁 我看着那熄灭的炉子 炉边椅子上放着美娜的外套 我看看外套 又看看炉子 我心中吼道 能不能给我燃烧起来 奇迹出现了 那个外套突然滑落 掉在炉子上 炉子突然就亮了 点燃了美娜的外套 那衣服亮起了奇异的火焰 火焰就像波纹一样 向周围推涌开去 捆着我的树枝 一下子被点着了 惊叫着躲到一旁 那三棱子 钉的一声掉在地上 那些魔物也被火焰波及 烧伤不少 惊慌逃窜 我牙关咬碎 跳下地来 抄起那三棱子 此物忽然暴涨两尺 俨然一把利刃 我一见砍翻一个大肚子恶鬼 只见它像皮球一样破裂 从肚子里冒出白色的雾团 而这一团白雾 在空中愣离愣 像是在寻找主人 然后分头飞进了 我和美娜的身体 其他恶鬼 慌忙向门口逃去 那树枝竟然有护子之心 死命地缠住我的双脚 掩护恶鬼逃走 我一见砍断树枝 它吃痛退走 而那段枝还阴魂不散地缠着我 那树枝的主体部分 是从楼下一枝蔓延上来的 此刻它退朝一般缩了回去 房间里只剩下三个 跑得慢的恶鬼 可能是他们吃得太饱 行动不便 情急之中 我把手中利刃甩了出去 将后边两枝穿了个透心凉 一阵啤酒漏风声 他们肚里也飞出白色的雾团 雾团飞进我的胳膊和美娜的胸腔 我的左臂突然恢复了 美娜竟然也一阵咳嗽 从桌上坐起身来 面色红润 而那只咬过我胳膊的 并自称强奸过女人的恶鬼 此刻已经颤颤巍巍逃到门外 美娜忽然叫骂一声 衣服都顾不得穿 从我手里夺过三棱刺 直接就向门外追去 我叫道 美娜 小心 别追了 美娜私声道 她强奸过我 当我解开脚上的树枝 追到二层拐角处 美娜已经将那强奸犯 大写八块 她转过身来 看着我 一副大愁得报的样子 她活着时 就是强奸我的那个人 现在她变成鬼 我也认得出 此刻 长夜将近 我长出一口气 一切都结束了吗 还没有 我看见一团黑影 向美娜背后靠近 我惊呼一声 当心厚扁 说话间 一双黑手从后面掐住了美娜的脖子 美娜当真是个女中豪杰 换作一般女人 当场就得下软 只见她头也不回 拿三棱刺向脖子后方一割 就割断了那双黑手 她转过身去看 另一双黑手 直接夺走了她的武器 这时候我也看清了 不由得头皮发麻 那是密密麻麻 乌乌泱泱的一大群魔物 而且还在不断地涌上来 她们不光来自地下室 更多的是从楼外蜂拥而至 怎么会这么多 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千军万马 我和美娜只能向楼上跑 我突然意识到 现在若是躲进屋里 无异于等死 我那扇门从来就没能挡住他们 这楼只有四层 我看了看头顶的天窗 这种老式的火柴和楼 在这个位置有个天窗 有人拿木头 做了个简易的盖子 只要抓着扶手 捅开盖子 就能爬到楼顶 且逃得一时算一时 我让美娜先爬了上去 无奈她此刻很虚弱 捅不开那个盖子 只好换我来 我大力推开那个盖子 此刻恶鬼们已经涌到楼梯拐角处 美娜在下面叫道 你快上去 别管我 我哪里肯答应 男子汉大丈夫 哪能扔下女人毒火 还来得及 美娜说 你上去后再拉我 美娜用力托举我的两腿 我只好爬到楼顶 翻手去拉她 这时美娜却盯着那个盖子愣神 盖子下面有一个铁销 铁销上挂着一个 没扣上的锁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想干什么 美娜快抓住我的手 美娜忽然笑了一笑 伸出一只手 拍拍我的脸 然后光当一下 从下面顶上了盖子 然后她插上了铁销 扣紧了铁锁 这种老师楼的天窗 从下往上 有一个铁销可以插上 而从上往下 却没有这道机关 只要下面插上 从上面就打不开 美娜在下面喊道 这盖子是老杏木做的 说死后能阻隔阴雾 一个人火 总比两人一起死好 再见了 这一刻我悲愤欲绝 我死命地去踹那扇天窗 却无能为力 下面传来恶鬼的宁笑 和美娜的身影 站在楼顶 我放眼望去 所见之景令人心悸 远远的 无数的灰色魔物 就像万千溪流 汇入大海 朝这边奔涌而来 这是人间炼狱呀 美娜 你若是死了 我绝不毒火 东方献出鱼毒白 下方突然安静了 道路上奔走的魔物 也消失了 那天窗盖子 发出咔嚓一声响 铁销和铁锁 竟然自己开了 我失魂落魄地爬下去 楼道里有点点血滴 和脱形痕迹 跟着血迹 我来到地下室入口 那里的黑 黑的神秘 像一张吞噬了 光线和生机的大口 我转头看 身后就是楼道出口 外面已经有了天光 一边是生路 一边是万劫不复 我该怎样选择 我还需要选择吗 我冷笑一声 大步迈进地下室 我低脚就踩空了 险些坠入深渊 等眼睛稍微适应了环境 我才发现 这里与印象中的地下室不同 这里是一个直上直下的 直进很大的无敌洞 有时梯贴着洞壁 盘旋而下 洞里的光线 来自石壁上的眼睛 无数知愿毒的眼睛 闸洞时散发着微光 有女人的呻吟声 来自深不可测的洞底 美娜还活着 我沿着石堤下行 越走越热 仿佛下面有废水岩浆一般 大约走了五百步 终于见底 一棵巨树森然耸立 我知道 这就是恶鬼们的妈妈 美娜被钉在树干上 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 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支撑着摇摇欲倒的身体 仰望着巨树 问她 我们无冤无仇 为什么这样 巨树动了起来 无数的芝麻舞动着 裂开无数的眼睛和嘴 你委屈 我们的委屈比你还大 一张嘴这样说着 很好 看来你们承受了不公 然后把不公施加于人 你们一定痛恨 让你们承受不公的人 可为什么要活成 自己所痛恨的样子 可笑我一口与万口辩论 你跟我们讲理 凭的是你心中 所认为的那个理 然而你的那个理是不存在的 只是你一厢情愿地认为 世上应该存在法则和功底 为何不反向思维一下 也许这个世界本就是弱弱强食 力量至上 所谓对与错都是弱者的抗议 而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尽情去掠夺想要的东西 另一张嘴如是振振有词 我深吸一口气道 放了那女人 我任你处置 树上所有的嘴都笑了 你只是带在羔羊 拿什么讨价还价 我颤声道 放了那女人 不然我咬死你 那些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还会咬人 于是我就扑上去咬了 我像只疯狗一样去肯咬树干 我知道这很可笑 很可悲 但除此之外 我真的无能为力 这是弱小在强大面前 唯一能做的抗议 巨树吃痛 嚎叫着反击 所有的嘴一起肯咬我的身体 我咬他们 他们咬我 场面十分混乱 谁也不肯松口 就在这一时 有人敲了敲门 来自远远的 远远的上方 一个声音说 你们真闹腾啊 然后有不急不虚的脚步声 沿台阶而下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二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 燃烧的故事 您的知识 使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是那个老太婆 老太婆 缓缓地走到金钱 不知从哪儿捡起了那根三棱刺 认真的别在腰间 都别咬了 听我说话 老太婆又拿出一个瓶子 瓶里有根柳条 她拿柳条 站着瓶子里的水 朝美娜身上 胆了胆 美娜的身体 立刻不再流血 并且脱离了舒服 她瞧见是我来了 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喜机而起 据述不满道 你真是多管闲事 老太婆说 我的职责就是管闲事 我本以为 这孩子因为她的报应 才被你们盯上 所以不想过问 毕竟神通不敌业力 我不能随便干涉因果 但是那天 这孩子对我出手相救 这种善行 让我起了疑心 我怀疑 她在遭受不公 我腰间这十个小魔处 是专门用来聆听 十方世界的不平事 我送了一个给她 用来监测她身边的事情 如今我确定 她在遭遇命外之劫 我就赶来了 据述冷笑 你管她的不公 谁管我们的不公 老太婆说 你们恶鬼到众生 皆因前世夜里所感 本该遭受诸多苦难 哪有什么不公 是吗 那我问你 上天对我们的惩罚力度 真的合理吗 我们犯一点错 就要遭受无量苦难 那些法则制定者 是否太过任性妄为 像我这样 家里穷 娶不上媳妇 我只能逛逛足疗店 花钱买服务 你请我愿的 有何不可 因为这个 就让我落进恶鬼道 这合理吗 一张嘴这样抱怨着 我小时候吃不上饭 长大了条件好了 就难免贪吃 餐餐少不了鸡鸭鱼肉 生蒙海鲜 然后你们说我杀生太多 将我打入恶鬼道 我招谁惹谁了 你们替鸡鸭鱼肉委屈 那他们这一世为何 沦为畜生 还不是因为做了错事遭了法 自己的错活该自己担 为何要怪罪吃他的人 一张嘴这样申诉着 所以据述总结道 我们不甘心忍受饥饿之苦 你们人间对我们做的那点不失 鱼栏盆会什么的 都是杯水车心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猎食 我们这些恶鬼的怨气 化形为一棵树 我们尊称它为妈妈 妈妈有力量把空间撕开一道口子 将我们恶鬼道与人间连通 每次猎口开七天 让我们尽情食用人体的羊嘴 我忍不住插嘴 被你们盯上的人 和桌子上放几副筷子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能量有限 在打开裂缝的这七天里 我们只会寻找一杯实用之人 而你桌上如果放了多余的筷子 就类似于一种连姻法阵 使得我们对你下手非常省力气 我们后来不是把桌子清理了吗 怎么还找上我们 快到手的鸭子 怎能让它飞了 再说了 都放了佐料了 老太婆认真听着 面色凝重 也许听到法则 有可伤缺之处 我回去后会向上方反应 然而 你们犯下的罪行 造过的杀孽 真的让我不好交代 这样吧 我把你们的冤魂全部遣散 再入轮回 下一世 给你们个机会当人 这一世被你们害过的人 下一世会成为你们的父母 你们要好好孝顺 不得有半点无腻 如果你们表现得好 我就将你们的业障 一笔勾销 树上众口 借高声称谢 心悦称父 老太婆伸手拍了拍树干 又向空中挥了挥手 整个深渊里 旋起一阵金色的暴风 无数的白色蝴蝶向上方飞去 伴随着畅快的欢呼 当我再次睁开眼 正靠坐在地下室门口 楼外青天白日 穿戴整齐光鲜亮丽的美娜 拿脚踢了踢我 哎 我说懒虫 快起来跟我去出摊 我恍恍惚惚跟在他后边 不确定地问 已经没事了 美娜美滋滋地点点头 然后自顾自虚导着 以后呢 你给我打打下手 帮忙招呼客人 我这儿呢 也就是多加副筷子 管你吃住 还是不成问题的 看你表现吧 半年后再给你个名分 我心说 当你男朋友 还得看表现 哎 美娜 你说那个老太婆 到底是啥身份 抛开长相不谈 我觉得 她是观世音 对了 美娜 以后咱俩一起住 桌子上只能放两副筷子 可不敢多放 好的 知道了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